大家好 今天是二月二十三 星期五 二分星期二教育店不多了 只有四天 下个星期二 已经是这个旗子转成的高峰期 而下个星期三 就是这个旗子结算日 到下个星期四 就是二分最后的一个教育店 也是这个传爱显身工具结算 所以星期下下个星期一来说 好跟蛋的增值还会比较明显 不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就算是股市少会有一点点的 小的幅度的反复 恒生指数还是会抓着这个高抬而不下的 我们再看看今天的情况 早段恒生指数先低开八十八点到一万六千六百五十四点 直到下午三点左右 这个也是今天暂时的低位 在买盘一点一点支持之下 今早的股市曾经一度上升一百五十三点到一万六千八八九十五点 这个也是二分的一个新高 好了 二分股市当然还是先低后高 指数是从五号的低位一万五千三百三十六点 上升到今早的高位一万六千八八九十五点 等于说这股波幅已经有一千五百五十九点 这个波幅不算少 可是问题就是指数今早曾经一度是升破一百天线 等于说股市还是在不断往下寻找高位的走势之中 移动线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指数就是暂时整固在一万六千七也好 可是还是稳守在十二十跟五十天线以上 距离那个一百天线只有几十点而已 也可以这样说 一旦指数能够升破一百天线的话 再往上看的另外一个目标 我觉得应该是今年一月二号的高位一万七千一百三十五点 这个也是今年第一个季度暂时的高位 比较敏感的 因为暂时来说 今年的指数还是从一月二号的高位一万七千一百三十五点 跌到一月二十二号的低位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点 由于一年的高低位是绝对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月之内 那等于说 在往后的交易点一定有更大的波幅点给我们看到 要是指数不会跌圈一万十千七百九十四点的话 那现在的可能性应该是会升破一万七千一百三十五点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 股市的确是一步一步往上市这个目标 再看一看 从一月二十二号的低位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点开始的反弹 其实最初只是一个技术上的回升而已 可是发展到目前由于指数已经是 回升到十二十跟五十天以上 等于说整个反弹可能会是一个中期的反弹 有什么分别很大的 要是股市只是一般的回升而已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股市又会再反复下行的 可是现在看起来 第一指数已经距离那个地位是很远 第二股市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上升 最重要就是中央政府还是不断的政策去维稳A股跟经济 所以整个股市的中期反弹也可以说最低限度有四到六个星期 要是没有什么特别坏的事情出现 六到八个星期也可以见到 等于说整个反弹可以回持到二月底到三月中 其实来说从去年一月二十七号的高位 跌到今年一月二十二号的低位 一共跌到五十二个星期 经过五十二个星期的中期的下跌之后 股市出现六到八个星期的回升也很正常 不过还是要补充一句 这个只是熊市三次的反弹而已 到目前为止 我暂时也不觉得是一个有四的开始 毕竟实体的经济暂时还是不明 这个大家要明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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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